你知道吗,在杨玉环之前,还有另一个女人,所得荣宠竟比她更盛,她就是李隆基唯一承认过的皇后五慧妃。 那历史上真实的五慧妃究竟什么样呢?为什么说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早死,杨玉环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呢? 如果感兴趣就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,谢谢。 公元699年,祥州刺史武幽芷家诞生了一个女婴,从小生的就是花容月貌,而且这个女孩的身份可不简单,从她的姓氏出发就很好猜到,其乃武则天的侄孙女,换个说法她就是武州皇室之后。 对当时刚刚被还政于理性的大唐证券来说,这个姓氏出生的孩子,尤其是女孩都极为被人忌惮,就这样,十几年过去了。 武家游女出长成,越长越是亭亭欲立,任谁见了都得赞叹生,好一个美人佩泽。 然而,也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作弄,这个生的美艳动人的武士女子竟又一次被刀朝皇帝所看中,选进宫里当了劫鱼,还颇为受处。 这件事的发生令文武百官们异常的担忧,当年武则天入宫最初还只是个昭仪呢,而今这个武士一进宫就被唐玄宗封了劫鱼,这位分比昭仪还更高。 而且照他献下这般独得专宠的趋势,要是今后再宫位分一生再生,保护着哪天又冒出来个篡围夺权的武姓女皇,到时候咱里唐天下可咋办呢? 事实证明,大臣们的担忧并不多余,这武士刚入宫没多久,玄宗就日日塑在他的寝宫,对其他的妃子都开始提不起兴趣。 甚至连太子李英的母亲,曾经最得宠的赵丽妃都一夜之间备受冷落,很快,武士就为玄宗诞下了四子三女。 玄宗对他宠爱更甚,并将其封为妃,视为武惠妃,甚至有了立他为皇后之意。 文武百官一听这消息,好家伙,这李唐皇是要再走曾经血淋淋的老路? 于是纷纷上书,劝谨唐玄宗不可立武惠妃为后,这才暂时打笑了李隆基立后的想法。 武则天孙侄女武惠妃得玄宗戎宠非常,却因武姓出身被群臣忌惮,可玄宗真的放弃立他为后了吗?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 一开始,唐玄宗虽然在大臣们的轮番劝解下,出于维稳的考虑,没有真正的将武惠妃立为皇后,可其在宫中所述的待遇早就与皇后无异, 不管是吃穿用度,师女必从,都享受着一个皇后该有的规则。 与此同时,武惠妃和当年的武则天一样,也是个心思缜密,处世圆滑,非常善于逢迎的女人。 在玄宗面前,她是个娇滴滴的美烟游武,牢牢抓住了李隆基的心,可在背地里,武惠妃又城府颇身,心狠手辣, 她始终不满足于自个儿如今在唐宫中的位置,希望站得更高更远,最好是把当朝太子李英从储君宝座上给挤下去, 再让自个儿的儿子尚未成功。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,武惠妃都在唐玄宗身边吹耳旁风,说太子李英结党营私,恐有反义。 唐玄宗虽将信将疑,但这件事最终也因为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而就此做完。 可武惠妃这样一来而去的吹枕旁风,也确实吹得玄宗对太子李英失去了信任,甚至多次有了要废除太子的想法。 得亏忠书张九龄极力劝谏玄宗才稍稍冷静下来,没有将想法付诸行动,可如此局面却是武惠妃不愿看到的,毕竟好不容易差点就把眼前这个阻碍给扳倒。 哪曾想突然冒出个张九龄揭上了他的计划呢? 但是武惠妃也不是一般的女人,她极为耐得住性子。 愣是等到不久之后,张九龄罢了官,李林福取而代之,她又勾结李林福,再次构陷太子及两位亲王。 一场即将改变李唐政局的阴谋,正在武惠妃心里暗自的酝酿。 心思毒辣的武惠妃不满足于宠妃身份,想要扳倒太子让自己儿子当上他去,还让唐玄宗为他一口气杀了自己三个儿子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话说这一天,武惠妃的女婿杨回向武惠妃传信,说她亲眼目睹了恶王光王,和太子妃薛氏的哥哥薛佑私下相见,共谋一事。 武惠妃一听,觉得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,于是在开元25年4月的一天夜里, 武惠妃借宫中有贼,需要各位亲王帮忙捉拿为由,将太子与二王三人一起骗进宫中。 待太子等人带兵入宫捉贼之时,他又连忙跑去玄宗跟前对玄宗说,太子等人带兵入宫恐要造反呢? 玄宗听闻起初还不信,可不久之后就有宫门前的侍卫前来禀报,说太子等人确实带兵前来。 玄宗一听勃然大怒,加上李林府与武惠妃勾结,在玄宗耳边,知使玄宗愣是没听儿子们解释, 就将太子、恶王、光王三人贬为了庶人,而与他们一道的薛秀则被当场处死。 不久之后,三个贬为庶人的皇子也纷纷遇害,含冤而亡。 武惠妃的阴谋终于得逞,可他却并没有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家儿子推胜仇君之位。 唐玄宗虽然独宠武惠妃,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仍然是较为理智的。 即便和惠妃勾结的李林府在玄宗面前,极力举荐武惠妃的儿子受王李茂成为太子, 但玄宗最后还是选择了他心中认为最合适的人选, 早已去世的杨贵嫔的儿子李亨。 费尽心思谋划多年,最后竟成了异常,恐这令武惠妃一语飞长, 而且自打害死了太子三人之后, 他也落下了一个整日噩梦缠身的严重病根, 总是梦见三王之鬼魂前来向自个儿索命。 即便玄宗多次请巫师来驱鬼,也没能根治武惠妃的梦魇。 于是这样,武惠妃最终生生被自己的噩梦给折磨致死, 说难听点就是被吓死的,年仅38岁, 可谓有五媚娘的野心却无武则天的破裂。 而在武惠妃过世之后, 其陷害三王离剑军心的恶毒行径, 也传遍了大街小巷,人尽皆知。 可即便如此,唐玄宗依然感念旧日之情, 将武惠妃追封为甄顺皇后, 他也就此成为了玄宗唯一亲口承认的皇后, 可见玄宗对他的喜爱是到了什么程度啊? 此后的历史咱们都非常清楚, 武惠妃死后,玄宗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, 直到他遇到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玉环。 而值得说到的是, 彼时的杨玉环恰巧巧正是武惠妃的儿子, 受亡礼貌的老婆。 也不知玄宗此后在杨贵妃亲逆非常时, 是否还能记起救人的身姿和眉眼呢? 然而, 在李隆记后半生独得其专宠的杨贵妃, 其结局也同样令人唏嘘。 毕竟对玄宗而言, 美人虽可圣宠一时, 可在绝对的利益冲突面前, 他们依旧是可以轻易牺牲的筹码, 毕竟他最爱的还是他自己啊。